体摊故事费,我是大嘴 武达联赛暂时休息 各大州的球队都进行热身赛或者是杯赛的预选赛 这些比赛当中有两场非常值得关注 那就是葡萄牙与乌克兰的欧洲杯预选赛 以及阿根廷与美内瑞达的热身赛 之所以两场比赛同样受关注 那是因为里边有C罗和梅西 大家都以为两个球队各自取胜100%了 毕竟状态非常的好 一个在欧冠上演惊天大逆转带领尤文图斯晋级 再一个就是在欧冠联赛当中势如破竹 两场比赛进了七个球 这个不可思议的是 葡萄牙在主场大好局面情况下被乌克兰逼平了 被一个拿到三分变成了一分 而阿根廷遭遇更惨 半场连丢两球 1比3不敌委内瑞达吃到一场惨败 梅西和C罗在各自的比赛当中差劲 C罗这边他进攻端发挥的抢眼 多次制造进攻威胁 而梅西这边突破过人依旧是无人能敌 威胁也制造了很多 但是遇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被队友给坑了 葡萄牙这边卡塞洛发挥低迷 表现不忍直视 阿根廷那边后防线糟糕透顶 在热刺效率的球员福伊斯就跟定时炸弹一样 总之吧两个球队队友都挖了一个大大的坑 任由梅罗两个人再厉害也挡不住队友使绊子 看他们比赛当中的表情简直就是被坑哭了 哎呀大家想想去年世界杯两个超级球星都止步了16强 令人叹怀令人唏嘘啊 人都有生不逢时的时候 俱乐部再闪耀 国家队一样是一点光芒都没有 您觉得梅西跟C罗是不是被队友坑了呢 我是大嘴 欢迎评论 咱们别忘了点下关注哦